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做一个非常美味的食谱 这个食谱就是麻辣鸡煲 我今次会用法国春鸡做这个食谱 首先鸡会清洁干净 然后会切件 首先切开鸡腿和鸡翅 把它斩出来 然后切合大小 这样就切好了 现在我们会加入调味料 加入盐 糖 蒜蓉粉 和黑胡椒粉 另外还有蚝油 麻油 加入全部调味料之后 就会把它拌均匀 然后就会逐一小时 现在我们准备一些蒜片 把它切成薄片 干葱 切了干葱的尾巴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姜 披了皮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葱 这种是金葱 我们会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另外可以加入芫荽 做装饰 现在首先把薄片爆香 然后再放入红葱头 一起爆香 再把它切成薄片 再放入串片 那些材料 全部炒香后 先把它把它切成薄片 因为再煮的话 就会煮焦了 把它切成薄片 这个时候可以把鸡放入去 把它炒到有少少金黄色 看到表面转了金黄色之后 可以把刚才的姜片倒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会倒半碗水去煮 煮了大约几分钟后 将麻辣鸡煲酱一起倒进去 全部倒进去 现在把酱和鸡全部拌均匀 然后把鸡全部放进锅里面 然后拿去炆 然后把鸡全部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会用慢火煮20分钟 等它入味就完成了 现在过了15分钟左右 看到它已经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将刚才的鸡葱放进去 一起煮 这个时候可以加少许酱酒 等它更加香 然后我们会煮多几分钟 等它的水分收干了就完成了 好 现在完成了 哇 多棒 最后会在里面加上干蒜蓉 加上去 然后加少许芫荽做装饰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之简单呢 今天介绍这个菜 不用什么技术 都可以煮出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先夹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鸡腿骨 都离开了 鸡就完全熟透了 哇 多好味 另外鸡汁上面有少少油 用来拌饭 非常之好吃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最重要是按下小铃铛 然后按全部 就会收到最新影片的讯息 下次见 拜拜 今天aciones请嘉茜 大小铃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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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200毫升 现在还有一个小铃铭 大小铃铭 大小铃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